这边有很多国旗,日本的,美国的,法国,德国的,英国的, 仿佛回到了当年八国联军的那个感觉,各国一旗,没有中国的, 当然中国现在可能跟他们也没什么往来,不太清楚这个旗到底是干什么的, 但是根特这个小人确实很不错,我觉得适合旅游, 它和这个布鲁日不一样,布鲁日是一个十分古典的城市, 基本上它说它这个建筑停留在中世纪,而你看这个现在的这个根特呢, 这楼很多都很新啊,除了这几个老城堡以外,这个楼都很新, 包括这边,所以说呢,看这边就是,有点那个现代的感觉, 就好比说,你去了布鲁日,你是回到了中世纪, 而你来这边呢,是一个中世纪,一个现代的这么一个结合的场合, 当然由于中国人对于欧洲的中世纪并不了解,也没有什么体会, 所以可能觉得,哎呀,这个楼看起来都差不多嘛, 但是你想一想,如果说,换回思考一下, 就是说你毁然回到了一个明朝或者是唐朝的城市, 所有的这个建筑都是唐代风格的,那你是不是不一样了呢, 远然就回到了唐代,所以呢,它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, 而且再一个就是根特这个城市啊,富于变化, 你看它的老城区啊,很古典,新城区呢,又很现代, 设施呢,现在来说呢,也比较多样性, 而且它主要是沿着河而建,说实话,布鲁日它也是一条, 沿着河而建的这么一个城市, 但它那个河是一圈,所以呢,非常的分散, 呈在中间,而这个根特呢,主要的建筑都在河的两边,